诶 小宝宝 你这急匆匆的干嘛去啊 来不及解释了 时间赶不及了 神秘兮兮的 小小 你怎么也急匆匆的 一哈 你忘了一点一度的晃专趟险开始了 晃专趟险 哪了哪呢 快带我去啊 快跟我来吧 就是这里了 一共有三个晃专趟手 听说最终奖励还是最心虫无龙哦 什么 我看看 五六七的海盗湾 叮当猫的月崖湾 光头墙的森林湾 这么多 我选哪个好呀 海盗海盗 小伙伴想要看海盗湾 对对对 我们想看 那就换成五六七吧 这就是海盗湾 怎么大数都是废墟啊 我看一下信件 寻找传说中的海盗湾 我就知道不简单 找海盗 但还得出海啦 后宿我没有船呢 不过问题不大 我这一遭船的小能手哦 看到山上的果木梅 轮起斧头的我 就坐出了一条船 这一幕法凑合着吧 出发出发 这时呢 我记得遇到了船呐 这好轻人救了我嘛 不对劲啊 据我分析 却分明着是监狱啊 糟糕 一定是被海盗给挞起来了 我得逃出去 箱子里发现了骨头和钥匙模具 模具都没得带走啊 现在是要给我一丢丢水 分分钟就能够消除钥匙了 先进厕所掏点煤炭 哎哟 至于怎么形成煤的 这就得问主办方了 这里面呢 是囚犯居住的地方 角落里一眼就看到了个箱子 还有个东西呢 哪呢哪呢 我咋地都没看见呢 船头跪上 有铁块了 这下何求造物之钥匙 模具和铁块进行熔炼 有了这铁水 就能够复制出钥匙 哇 这就是海盗湾世界啊 瞧 那还有巨星海盗船呢 这宝藏一定在里头 先找到过去的机关室 有了 这些八面镜 一定和海盗船有关 这是触发二楼的机关 只要将镜子调节角度 光线就像会动的一样 精准折射到目标位置 上二楼瞧瞧 一旋下来 那一定是机关所在啦 继续调整角度 让光线折射到 大部分的镜子都是 冰沟 这就是进入海盗船的机关所在啦 踩上去一秒抵达 海盗船好空荡的呀 一定是沉浸已久 这四周都有达达的保鲜 如愿地发现了铁 还是铁 这海盗船不囤个黄金钻石 囤个铁干啥咧 哪有宝藏放在表层的呀 哦 你说的对吼 咱去二楼看看 二楼真的是比我的脸还要干净哦 除了这红色的铁门 可进不去啊 你等着 NPC你好呀 宝藏在哪呀 别想啊 还想继续往下走 保证你水果 水果啊 晃跳野岭的 好不好 我找就是了 可恶 还真的下不去三楼 这有木门 原来是传世发啊 一蓝子的苹果 那多点 这下该不会儿死在路上啦 那是什么 一个破旧的箱子 哦哦是香笔 那就下草莓咯 这一圈圈的上哪找草莓咧 我这身上四块铁是干嘛用的呢 有了工具箱 一看便知 撬棍 可撬船长通风室 船长是无法进入通风的地方 难道是在甲板上 找到了是在这里 这就是船长休息的地方了 还有这可爱的鹦鹉呢 主人宝箱要说隐藏好啊 藏好啦 你这本鹦鹉 快说在哪 不说我也能够猜到 床边上的箱子就是铁针 咦 怎么是蜡条啊 带子带子大笨蛋 等我找到宝藏 吃到把你给吃了 一枚饼干 两枚饼干 这钥匙在哪呢 柜子是打不开的 难道是在柜子后 看到了船长的钥匙 打开地上的宝箱 获得员工卡 千辛万苦 就为了来到员工室 原来这里是打开三楼的重要场所 找一下周围有没有口衣的 找了许久的草莓 没想到是被员工给藏了起来 这下就配合NPC对方钥匙啦 有了这把钥匙 开启三楼的通道 然后我就准备离开海盗船咯 船尾装置已启动 请迅速前挖海盗汪中心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赶紧溜吧 太多了 别混合上 然后我就要 走啊 放下了